大家好,我是小伟,今天咱们继续说故事,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是《一夜夫妻》 话说,明朝万历年间,陕西省关中东府青河县有个夏河村 这一天,村里有个叫石娃的后省娶了媳妇 那年月,娶媳妇是布袋里买猫,事先谁也不见谁 全凭媳妇一张嘴撮合,婚礼很热闹,两个新人被村上闹洞房的弄了个七婚八素 石娃又喝了很多酒,加上这些天来连续的劳累,迷迷糊糊的连新娘啥样都没看清楚,便吹了灯上了床 第二天一大早,石娃就和媳妇贵真一起回门 两个年轻人坐在车上,石娃有一搭没一搭的跟贵真说着话 贵真却羞羞答答的,一声不吭,不敢抬头看石娃一眼 石娃也不理会,便扯开嗓子唱起了琴枪 那份得意劲啊,让人觉着他就是木客寨里的杨宗宝 快进晌午的时候,轿车到了贵真家 贵真爹见女儿带着新女婿回来了,心里那个高兴 弄了一袭好酒菜款待 酒席上大家乐呵呵的,那些请来做陪的亲友 这个一杯那个一盏,不住的给石娃敬酒 石娃平时挺能喝,又不想服了大家的好意 竟是来者不惧,每次敬酒全喝下不说 还一杯接一杯的再给人回敬 这样一来,只怕是金刚也架不住这样的烈酒 石娃喝到后来,竟然喝成了一滩泥 溜到地上抱起了桌子腿 贵真爹是个细心的人 他看看天色都快擦黑了 就吩咐大家把石娃抬上轿车 嘱咐贵真在一旁小心的照看着 又让赶轿车的老王路上鞭子摇得慢点 这才目送着轿车出了村 天黑得真快 路上又坑坑洼洼的 轿车走得十分颠簸 贵真看石娃仍然醉得很厉害 便让他躺在车上,自己坐在一旁 突然车子碰到了道上一个大坑 猛的颠了一下,石娃头上的心礼帽猛一下被颠到了车下 贵真盲喊,老王叔停一下停一下 谁知这老王酒也喝高了 一路上扯开嗓子吼着琴枪 加上耳朵不好使,根本就没听见贵真的喊话 贵真出身有教养的人家 平时说话就低声细语,不敢大声嚷嚷 见老王不搭话,便自个儿下车去捡石娃的帽子 谁知等他摸黑捡到帽子时 轿车已经跑出去了几十丈远 他卖着三寸金链,怎么也赶不上 不一会儿就连轿车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这一来,他哭天不应,叫地不灵 只好摸黑朝前走 三转两拐的,连方向都迷了 再说夏河村那边 石娃家门前早就在等小两口回来 轿车一到便打着灯笼割好板凳 只等着新媳妇下车 可左等右等不见人出来 连忙挑高了灯笼朝车内一照 却见车内只有石娃一人在大呼呼的睡觉 新媳妇竟没了踪影 石娃爹一看没了儿媳妇 这还了得,急忙摇醒了石娃 石娃坐起来柔了柔眼,四面一看 自己的媳妇真的不见了 大瞪着两眼说 怪来,明明上了车 难道半路上还能叫狼背了去 石娃爹气不打一处来 上去就给了石娃一个耳光 这耳光打得石娃就全醒了 撒腿就沿着原路跑着回去寻 石娃爹也忙吆喝一帮的年轻小伙 扛上锄头跟了上去 可一直寻到贵真娘家也没寻见个踪影 贵真娘家人一听出了这么当的事 也急了,忙叫上人再一同寻找 两家人把路上几乎翻了个过 不仅没寻找贵真,连石娃也不见了 这样一来,贵真娘家人怀疑婆家害了女儿 婆家人怀疑娘家人藏了女儿 说着说着,彼此就翻了脸 天还没亮,就一路嚷着到了清河县衙 清河县令见没来由的丢了个新娘子 一下子也没了主张 正在这时候,唐鼓又咚咚的响了 一个李正慌慌张张奔上唐 手里拿着一顶礼帽,一只金钗高叫道 大老爷,不好了 本乡地面上有老两口被尖刀扎死了 旁边丢着这正新礼帽,还有一只金钗 请大老爷快快查清暗游,急拿凶犯呢 正归在公堂上的两家人一见李帽和金钗 不约而同的惊叫一声 原来李帽和金钗正是石娃夫妇回门时各自带着的 这县令啊,是个昏鬼 当下就把事情认定在石娃身上 并不急着勘察凶案现场 先就派出牙医搜捕石娃 结果不到半天的功夫 就在离杀人现场不远的一处芦苇荡里 抓到了满手是血的石娃 压到了大堂 石娃到了公堂,吓得浑身发抖 他说自己昨晚摸呵去寻媳妇 经过挖地旁的一个卖场 看到卖场边有户人家 便上前打探 没想到这家门虚掩着 他寻其心切便大着胆推开了门 屋里漆黑一片 喊人又不见答应 便要摸火点灯 脚下却被绊了一跤 手上抓了两把黏黏乎乎的东西 点着灯一看 竟然满手是血 内外两家的地上各躺了一个死人 当下就吓懵了 心想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事啊 于是就躲了起来 县令哪肯信石娃的话 二话不说 便要他交代杀人的经过和贵贞的下落 石娃说不出来 县令便大喊一声大行伺候 当场把石娃打得个死去活来 石娃被打得哭爹喊娘 却咬紧牙关 不肯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 县令让书办记下案子 判定石娃便是杀人凶手 但书办没见杀人凶器 贵贞又下落不明 疑点甚多 石娃又死不招供 便提醒县令啊 不易解案 县令想想也是 便以证据不足为由 把案子拖了下来 这一拖就是一年多 时间一长 贵贞家又不干了 不时的上来击鼓鸣冤 要求青天大老爷做主 县令判不能判 放又不能放 便以重大杀人嫌疑的罪名 判了石娃 二十年的苦意 发配到了千里之外的江州府 从关中到江州路途遥远 石娃又是个流放的囚犯 得凭一双脚走到江州 他脖子上又带了个重重的木架 摸到半道就没了人形 一直走了三个来月 才到了江州 这时候石娃比活鬼也差不了多少 江州知府名叫任世青 也是关中东府人士 他在堂上一问情牛啊 便知这是一起冤案 加上石娃病得骨瘦如柴 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 如何挺得过公堂上的五十沙围帮 他眉头一皱 让人叫来了捕头金工艺 这金工艺也是陕西东府人 因在任世青赴任的途中救了他的性命 得到任世青的重用 视为心腹 金工艺听知府一说 呵呵的一笑 说道 好办 金工艺出了公堂 便板着脸叫手下 把石娃叫进了行脏 让石娃趴在地上 他亲自操起大阪 大开大合的 一口气打了石娃五十大阪 这才说道 你能受得住我这五十沙围帮 说明你很有福气 就好好地在江州待着吧 石娃开始见金骨头的大阪 抡得虎虎生风 那真是吓得个魂飞魄散 哪知大阪落到屁股上 一点也不疼 只是听起来热闹 这才明白金骨头是暗中在帮自己 心里十分感激 任世青又让金骨头照顾石娃休养一些日子 直到石娃身子复原 这才安排石娃在府衙 做些扫地烧茶的杂活 金公义因为自己救了石娃 不时的就指使石娃到他家里做些杂活 差不多算是他家的一个佣人 这一天金公义又破了一件大案 回到家里十分高兴 见石娃把前后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心下更是舒坦 便让石娃上桌陪自己喝两钟 石娃说道 我如果不是喝酒误事 何以到今天这地步 酒是不敢再喝了 恩公今天高兴 我就为恩公唱段琴枪吧 金公义自从离了陕西 再也没有听过琴枪 见石娃能唱琴枪 更是开心的说道 好 你就渴着劲的唱吧 石娃想起那次送媳妇回门时 在路上扯着嗓子唱木科寨的情形 忍不住的落下泪来 他干咳了两声 把上次唱的木科寨又唱了一遍 那悲凉壮阔的调子 听的人只想落泪 金公义听得直叫好 扯下一只鸡腿扔给了石娃 石娃刚接过鸡腿 便听见屋里的门脸晃动了一下 里边传出了轻轻的唏嘘声 石娃知道 这定是金捕头的女人也听了自己的琴枪 这天石娃又到金家 正埋头打扫院子的时候 忽然觉得旁边有人 抬头一看 竟是个抱着娃娃的年轻女子 不用说 肯定是恩公金捕头的妻子 她不敢多看 急忙埋下头干活 金捕头的女人将一杯水放在了院子的石桌上 轻轻的问道 你可是关中东府清河人士 你叫石娃 石娃不敢答话 只是点点头 女人又问 我看你这人生的挺面善的 咋就发配到了江州 石娃叹了口气 仍是不言语 那女人停了半嗓又说 那天我听你唱琴枪 挺像一个人 你能再给我唱一唱吗 石娃摇摇头说 那段唱词是我陪娘子回门时唱给她听的 拿小的从她娘家回来 我娘子就再也无影无踪了 这调子唱起来伤心 您就别让我唱了吧 女人拿下石娃手里的扫帚 将那杯水端到石娃手上说 我这个人就爱听个故事 你就把你的故事仔仔细细的说给我听听吧 石娃有快两年的功夫 从未被人如此细致的关心过 再也忍不住了 就把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的说了个仔细 石娃话还没说完 金捕头女人的眼泪已经流成了河 她边哭边对石娃说 这都愿你那个新娘子把你给害成了这个样 石娃说 别看我跟她只有一夜夫妻 但我知道我娘子是本分善良之人 定不会无端弃我 半路上她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才走散 要恨也只恨我喝酒逞能 把她给丢了 她受的罪只怕不会逼我小 也不知道她现在是死是活 没想到这儿 我这心里啊 就像刀子弯一样 女人一听哭得更厉害了 问道 要是哪天你又见了她 你还要不要她 石娃说 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 我咋能不要她 这女人放声大哭 把手中抱的娃娃朝石娃手里一塞说 你抬起头仔细看看 这个孩子像不像你 石娃一看 这孩子还真的有几分像自己 她不敢多想 只是说 大嫂 你可不敢乱说 我是有罪之身 女人根本不听石娃在说什么 一把将石娃抱在了怀里 突然 大门就被人光的一脚踹开了 捕头金工艺闯了进来 霹雳般的一声怒吼 好你个忘恩负义的贼求 竟敢调戏我的女人 今天不抖散了你的骨头 我就不姓这个金 石娃见金捕头回来 当时就吓懵了 她看看那女人 希望她能帮着说说话 谁知这女人 把自己的衣服猛扯了一把 撕开一个口子说 这个下流皮子 见你不在家进来调戏我 金捕头一拳把石娃打倒在地 拿起根棒子 便朝石娃的头上砸了下去 那女人帮说 不要把她打死在家里 把她送上公堂 让知府审问后 在罚她时 再让你的手下 把她乱棒打死 金捕头想想有理 便将石娃一把抓起来 将她送到了知府大堂 任知府见金工艺绑来了石娃 又听她说了情友 勃然大怒 一拍金堂目喝道 好个大胆的囚犯 本府念你有病在身 又是乡党 让金捕头对你百般照顾 谁知你竟以怨报德 图谋不轨 快快从石招来 石娃一肚子的委屈没处说 把头磕砖地磕得崩崩之响 额头上的血把大堂的地都染红了 任知府心里一动 说道 这贼囚不肯招 快去把金捕头的娘子传来对质 看她招还是不招 任知府说了 金捕头也不好阻拦 不一会儿 金捕头的女人抱着娃就来到了大堂 她一来就跪下 也不说话 只是一个劲的哭 任知府给那女人哭得烦了 就说呀 你不说话光哭个啥 快把事情说了呀 女人重重地磕了个头说 大人 我有天大的冤枉 您要我说 请先将害我的贼子绑了 任知府说 害你的贼子早就绑了 女人摇摇头 手朝金捕头一指说 他才是害我的贼人 金捕头听了 脸上变了颜色 嘴里骂道 你这贱人 莫非是气糊涂了 看我回家不打死你 任知府倒是沉得住气 笑呵呵的对着金捕头说 你就先受点委屈吧 我断然不会冤枉你 金捕头想想自己是知府的救命恩人 他一个富到人家 空口无凭还能说破一个天来 便不再作声 任知府打了个手势 几个偷偷拢到金捕头身边的捕块 一拥而上 把金捕头弄翻在地 将金捕头来了个五花大榜 那女人这才哇的一声 大哭了起来 大声呼道 青天大老爷 为民女夫妇申冤啊 说着 说出了一段 离奇古怪的事情 这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两年前十娃丢了的媳妇贵真 原来啊 那天晚上 她一个人在黑夜里走了许久 不知不觉的寻到了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只有老两口 好心的收留了贵真 让贵真跟老婆不睡 老汉睡在厢房 他们刚刚睡下 就听外边有人喊干娘 老婆不说 这是他干儿子金公义 这金公义在黄河上驾船饭鱼做买卖 路过干娘家 因太晚了 便想歇在干娘家 她见干娘炕上 躺着个漂亮的新媳妇 当下就起了贼心 半夜里悄悄摸进内屋 要强暴贵真 贵真急忙呼救 老婆婆点亮灯 见是干儿子 拿起鞋底照头就打 但金公义欲火攻心 竟然拔出了抛鱼尖刀 抄干娘就是一刀 老汉在外屋 听得老伴一声惨叫 近来摸起个木棍 就要跟金公义拼命 金公义劈手夺过木棍 一刀又把老头捅了个透心凉 杀人之后 金公义拿刀架着贵真的脖子说 我已经杀了两个人 你要是不从 我只好把你也杀了 贵真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早就吓得腿软了 只好顺了金公义 临出老两口家门时 贵真故意把石娃的礼帽和自己头上的金簪 悄悄的丢在了炕上 为的是让家里人知道自己的下落 好赶来搭救自己 哪知道紧接着石娃也来到了这户人家 让那个婚官把屎盆子全扣在了石娃头上 金公义带着贵真坐上了一条大船 父任的任世青也坐上了这条船 半路上遇上劫匪 金公义出手杀了劫匪 救了任世青的命 便被任世青带到了江州 委任为府衙捕头 贵真开始还思谋着报仇 后来发现有了身孕 这才放下了报仇的念头 孩子生下来后 他发现这个孩子不像金公义 他虽然跟石娃只做了一夜夫妻 后来听石娃唱琴枪 认定他就是自己的丈夫 那天当面见他后 发现儿子跟他长得十分相相 更加确信无疑 本想当场相认 不想金公义突然回来 这才集中生智 将金公义和石娃一起 框到了知府大堂 石娃在一旁听了 如梦初醒 方知眼前之女人 是自己走丢的媳妇 怀里的娃娃也是自己的轻骨血 不禁的失声痛哭 大喊道 青天大老爷 替小民做主啊 贵真和怀里的孩子 也一起哭了起来 刹那间 大堂里哭声一片 任之府将金堂木猛的一拍 大声喝道 金公义 你还有何话说 金公义一直在旁听着 在细细的一瞅石娃 果然自己的儿子 跟这人长得十分相相 这是无可辩驳的铁证 不由得欺然一笑说道 这女子所言 句句属实 任之府当即命衙役 将金公义打入了死牢 将此案的来龙去脉 详加细数 上报了朝廷 因为自己委任了匪类 引咎自请薛职为民 不久 刑部来了公文 金公义 秋后问斩 清和宪令 薛职为民 任之府监管金公义后 改任岭南 石娃无罪释放 补发抚恤银两 让其带着妻儿 返回关中东府 处决金公义那天 任之府看到金公义 被押到了法场 便从监展官的位置下来 亲自倒了一碗酒 送到金公义嘴边说 你与我有救命之恩 我无以为报 愿这碗酒 能洗了你今生的罪孽 来生 做个好人吧 金公义 一仰脖子 一口气将酒喝干 朝天吼道 干爹干娘 我这就来给你们赎罪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 咱们下期见